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绝大多数台湾民意 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重申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 总统蔡英文亲上胡线 表达坚定立场之后 也不忘透过社群平台 发表中英文内容诉诸国际 要让世界知道台湾共识 但蔡英文提出的台湾共识 究竟是什么 在两岸问题上 台湾民众多数还是一次的看法 包括维持现状 包括所谓的不接受一国两制等等 台湾共识指的就这一块 也就是多数民意 所彰显出来的态度跟立场 一国两制之下 台湾不是一个主权国家 台湾是一个地方政府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不接受一国两制 当然是台湾的一个共识 民进党立委给了答案 强调坚决反对一国两制 就是台湾共识 但只有单纯反对 难道没有核心思想 这个共识在台湾民众眼中 如何解读 它并不是代表我们所有 全部人的想法 台湾共识应该就是 所谓两岸一家亲吧 心底打同是同意 但有些事情是只能默默地做 但可能不太能大声地说出来 台湾共识各自表述 说到底还是不够具体 蔡总统的台湾共识 一般民众仍是一知半解 台湾的人民 尤其年轻朋友 讨厌统独的争议 也讨厌拼政治 应该全民一起来拼经济 蔡政府的两岸政策 你也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你有没有其他的共识 或者有没有其他有创意的讲法 赶快提出来 不能对两岸政策束手无策 两岸关系错综复杂 当习近平重新定义九二共识 是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 删去一中各表的空间之后 蔡政府大力挥起反对一国两制 重申台湾共识 两岸政治路不会有交集 但可以想见将局将更举烈 欢迎新闻郭雁廷 陈宇荣 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